大家好,我是艾蒂 城市行者的第11集日出拍摄技巧的课程 已经制作完毕并且上线了 目前咱们这课程总共加在一起 就将近600分钟的教学时长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的支持和喜爱 您可以在我的旅行摄影小课堂官网 和Bilibili的课堂当中 找到这套课程的购买方式 其实每做一集课程工作量都特别的大 相当于我平时好几个礼拜加在一起的工作量 因为我太想把每一集都做到完美了 希望能够汇集可能会遇到的所有知识点分享给大家 所以目前这个城市行者的半课宗旨 就是咱们一集搞定一种拍摄题材 一集学会一种拍摄的思维 让您看完这一集就能够拿捏这个题材的拍摄了 那既然叫做城市行者 那么课程内容当然也是围绕在城市里可以拍摄到的这些题材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门口就可以尝试和练习这些拍摄的手法 这样咱们在出发去旅行之前可以打好基础 到了旅行的时候就不慌不乱了 平时咱们也能算是多个消磨时间的小爱好吧 因为摄影技术它都是通用的 如果可以用这些方法拍好城市风光 那么同样的拍摄手法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拍摄题材当中 那如果说前十集的课程是摄影拍摄手法的一个详细操作的详解 那么从这个第十一集开始呢 我希望能够加入更多思考的东西 毕竟摄影嘛它是没有一个审核标准的 所以弄懂咱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审美标准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 这对树立自己的拍摄风格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特别想跟大家在这一集当中呢 去分享和讨论这么几个有意思的事 也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吧 很多深刻的细节呢是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 城市行者这道课程呢之所以有持续更新的这么一个想法呢 也正是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一起去思考 第十一集课程呢和以往一样 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拍摄前期的准备工作 像我平时是如何计划一次拍摄的 如何去精准的找到一个合适的拍摄机位 哎您说这火烧云可以被预测吗 要我说呀真是有很大概率能够被预测到的 不敢说用我这个方法百分百正确 但是通过观察天气预报和云图的信息去判断的话呢 哎还真让我压中了好几次宝了 那如果你也喜欢玩这种和老天爷压堵住的小游戏 欢迎加入 我呢可真的是太喜欢了 特别是我压对了宝猜中了这个天气 真拍到火烧云的时候 真是开心的不得了 我觉得做计划这个事吧 还真的是挺有必要的 所以说拍到好照片不一定是幸运 而是我们有了这样预料天气的一个能力 特别是预出摄影 不仅这个天气非常难预料 拍摄机位呢 也不像咱平时白天拍摄的时候那么好找吧 等看见这个太阳从低平线出来的时候啊 基本上再拍就已经晚了 正因为我犯过不少的错误 错过过不少这样的好天气 才让今天的我呢 很严肃的去对待做计划这件事 在这一集当中呢 我将毫无保留的把这套做计划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现场拍摄的部分了 那这一次咱们真的是用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案例来验证 我那套计划的方法好不好使 从一个看上去完全不可能出现火烧云 甚至说都不适合拍照的天气 到最终拍到了这张照片 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 而这背后不仅仅是幸运而已 相机设置方面呢 这一次咱们就要讲解了ISO到底该如何选择 在选择这样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样的思考 在拍摄大场景风光的时候 该如何快速的找到正确的对焦点呢 哎您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这光圈F8居然可以实现如此大的景深 相信看完这期课程之后呢 您也可以完全的掌握了相机参数的设置了 不可否认拍摄的时候 如果直接套这些参数呢 是有一定的成功的可能性的 但是呢我仍然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这其中的意义 选谁和不选谁 咱们得搞清楚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为什么 您会发现摄影能够教会咱们一件事 那就是取舍 在不同的场景的拍摄当中啊 咱们如果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拍摄方法 既可以获得一张完美的照片 还可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更放松 可以更享受那个瞬间 哎这个思路同样适用于曝光 什么是适度曝光呢 是不是每次拍摄咱们都要用这个包围曝光的拍摄方法呢 这就是第三个部分我想和大家去讨论的内容 照片要曝光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 如何最大化咱们这个相机的宽容度呢 那这些都是需要结合摄影的后期来说的 无论您未来是否打算精进您的后期技术 这些后期的知识 都可以为咱们带来全新的思路 让咱们在前期的时候呢 能够有更明确的一个拍摄方向 正所谓前后期不分家嘛 这一集当中呢 我用了两个照片作为后期的案例来描述 暗部曝光不重要这件事 那如何去分配明暗度的比例 来改变一张照片的视觉引导方向呢 这两张照片的原片作文件呢 我也提供了下载 您可以亲自上手跟着视频教程 一步一步的去操作 登录官网后呢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下载链接了 还有就是bilibili课程 它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附增客件按钮 您就可以点击下载了 在下载的这些资源当中呢 除了这些原片之外呢 还有一套我最新制作的调色预设 您别忘了下载一起安装 其实这个日出摄影呢 是计划之外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前十集里边都没有它的原因 我完全就没把它当回事 放到一个特别优先的制作范围内 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爱早起的人 直到我自己前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沉迷于日出摄影不可自拔 这玩意儿啊可太上瘾了 比我拍日落和夜景可来劲多了 只要是说能克服了早起床这么一个困难 我保证呢您也可以感受到我说的那股神秘力量 得嘞 感谢大家对城市行者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ID 只要是说我有了新的想法 找到值得深度讨论和分享的知识点 我呢就一定会继续把这套课程做下去 咱们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一起玩摄影 下一集的课程啊 实际上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了 当然也欢迎您私信和留言给我 告诉我 您想要拍点什么 咱们一起玩摄影 我们都 пойVI soci必须 有的 好 视 Bud 这 不是 我们在极其的 我们无法